好 各位記者李氏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今天先 首先跟大家先報告 我們今天的病例 那我們今天的確定的病例 總共有 128例 有127例是本土 那1例是境外移入 那死亡個案20例 那整體來講 就是我們現在的一個解除隔離的 百分比也達到58% 好 那整體的案例 在 這案例裡面 新北市81例 臺北市30例 桃園市8例 新竹縣3例 新竹市 基隆市各2例 臺中市1例 那這裡面還是看起來就是病例書還是有在 這樣子一個被控制在比較穩定的一個情況 那死亡的個案人多 那這因為是表現在前一波的 一個高峰 比較多的一個 的一個病例數 後來所產生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希望看下禮拜 是不是能夠這個死亡個案 是不是能夠逐漸來減少 那整體病例數比較穩定之外 那影響的縣市 現在也逐漸的 也比較少 像我們這今天報告的案例裡面 總共有 有七個 現在有七個縣市有影響 那所以這個範圍 擴張的範圍也漸漸的在 在說 在控制裡面 那整體發展的趨勢 他還是往下 他還是往下 那不過還是要 持續的更努力 就更努力的去 看能把這個病例能夠漸漸的一個一個 限制 能夠把它控制下來